好的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我在 五线城市 平乡 平乡市区一个新社区里面 闲走闲逛的一个情形 最后会走到菜市场 这是大陆小区的一个景色 那因为这个社区呢 开发商 车位卖的特别高 那居民几乎都是停在这边 可是呢还是 防卫会啊还是有贴红纸 因为说实在造成大家进出的不方便 可是没有人管它啊 小区大概就是这样 房子几乎都是阳台外推 把所有的阳台都 变成室内 这边的习惯 而且房子跳高都蛮高的 这个小区总共有二十六栋楼 二十六栋楼 那这里有一个 垃圾 回收的地方 可是它这垃圾回收的地方跟下门不一样 是做 是做开放式的 还是有这样没水准的 每个路口都给人家发发 可能是这边是属于 比较不是优先城市吧 小妈 小妈呀 小朋友的喊叫声 跟妈妈 隔空对喊 原来她妈妈是在楼上 她妈妈从楼上跟她 她在底下 那两个对喊 这是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 二十六栋 但实际上它出入 大概有四个 两个侧门 然后前后门的 大致上这样 还有一个天然气管 五米内禁止人家开花 感觉 这边 平面车位 还是有人买 用平面车位 比地下室的车位 应该是贵蛮多的 至于房价多少 我并没有详细的去打听 他们就是 六栋一单位 就这样 第几栋第几单位 就是 在小区的门口 外面是一条 比较大的马路 气坨上呢 因为有些小房在卖东西 看到这些 小孩面具 都是 整排的靠近大馬路在社區外圍就是店鋪的部分 店鋪大部分不外乎就是買一些飲料、燒食、水果等 在小區外圍就會買早點 OK 就往前走 這是紅薯 在大陸有些超市啊 都會在門口廣播 隨時我這邊在聽的正常 一排一排的都有雕塑 我發覺這個城市啊 在平鄉市 江西平鄉市這邊 按喇叭的頻率還是很高 並不是像一二線城市 幾乎聽到像這樣按喇叭的聲音 都已經笑聲匿急的感覺 這屬於不是一二線城市的哈 這邊的車子的電瓶車看到的 也不是那麼的多 大部分都還是吃器材油的 整個這樣逛下來 或許是這邊呢 腹地比較大 有時候電瓶車可能要充電 跑遠一點比較不方便 看到的還是真的 基本上還是以電瓶 那個吃汽油 還有吃柴油的車居多 電瓶車在這邊 還不是那麼普及 不像我們在大城市啊 像上海啊 還有廈門 最近接觸到這兩個城市 這兩個城市看到的 電瓶吃電的比較多 看到這台 終於看到一台了 整排看過來就這麼一台 好的 我們走到這個路口 看到很多小朋友要上學 可見這邊應該是有小學 他們這邊呢 行人過馬路呢 基本上都還會先離 來 寶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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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感覺就是馬路大 人口數不是那麼多 稍微點快點 延至看他們過馬路的情形 好 好 痕 嗯 這位小的人騎的小電兵車 愛馬這種車在大陸的小型 尤其外送員都騎的 到處的橫衝直撞 怎麼了?什麼事? OK,我們就往前走吧 因為我現在要走去他們的傳統市場 留一段路,大概要走一公里多 現在已經在閃爍了 我要加緊加火鍋馬路 小朋友要找 走不遙了 他們這個社區的這間超市的水果 我昨天有來買,確實很便宜 買了七八顆水蜜桃 大概折算台幣大概一百出頭 這是走到另外一個社區的靠街道的店鋪的部分 他們這邊的藥房很多 像一般看到這種都是社區的側面 拍視頻 這是一般的早餐店 這是一般的早餐店 那再來就是打麻將的起盤室 這邊還有一個新鮮小布 居然裡面還有麻將桌 喔!好特別喔! 這邊的小孩 我的感覺都是有點被溺愛的感覺 難得一個吧 ok 走著走著 我要來看一下導航叫我要怎麼走 這是小區的正門口 這個小區 要上去之前還要先爬個樓梯 有點辛苦 哇 哇 還不錯的車 這個社區比較特別的是它的 垃圾車前方畫面 在那社區出來 上班順便丟一下 超厚店 大部分的人還是不會亂按喇叭啊 只是少數的人在按 我會觀察到 剛來的時候我都很不能適應啊 他那個電瓶的這種 牛大車啊 電動車這樣跑一跑去啊 尤其在廈門 橫衝直撞 外送小哥都這樣橫衝直撞 所以說台灣人到這邊玩的話 要謹慎的 不過我發覺他們技術很誇張的 會閃來閃去 鑽來鑽去 其實目前還沒看到 外送小哥撞到人 或許當地人 都能適應他們這種 生活環境 必須去克服 那我就先拍到這個 這個路口 稍微在這個路口 稍微拍一下之後 就暫且 這一段先拍這樣就好 看到我本尊了吧 OK 走在人行道 這個人行道應該不會遇到奇摩阿托的 沒有看到奇墊的 他們的無障礙空間 是有做啊 但是感覺好像做半道一樣 不是拉直的 左轉右轉 為了閃這個門口 在中國大陸最大的特色就是 一條馬路過去呢 基本上 他們這邊呢 會被人單做這種圍林 讓行人不會穿越過去 比較一般開車起來也比較安心 不會隨便有人衝出來 而且說實在的 即便是小區的路口 他們也是圍起來 要進入小區的就會繞一圈 這個值得參考就是 畢竟要進入小區的人會比較傻 拉出來寧可讓這些人 不要去影響巨大多數的用路 這個值得參考 而且他們這邊的紅綠燈 拉的時間有比較長 除了昨天在廈門高鐵站 在廈門高鐵站 有看到那個紅綠燈啊 左轉車道 三台車就被切掉 三台車被切到 所以說在廈門火車站 那個高鐵火車站出來的時候啊 我們要左轉 這樣排隊排了好幾個紅綠燈 我有觀察到大概 車輛過沒幾台 他就馬上變紅燈 現在大陸聽打車的時候 司機大哥在講 他們這邊啊 現在大部分都是會拍照 類似台灣的科技直訪 這就走著走著 看到一間幼兒園 幼兒園啊 一樣跟台灣一樣 老師都在門口接著小朋友 小朋友就到這個幼兒園 來到另外一個小區 凱旋香格里 這個小區 好的 前面有一個公車站牌 正好有公車進站 很特別的 他並沒有靠路旁邊 直接就停下來讓乘客上車 或許這邊的馬路是比較寬大 這個小區 這小區一樣 垃圾桶是放在外面 這小區一樣 這樣民眾 這個應該是等會上班之後 這些垃圾桶應該是會收起來 好的 這邊公車站 它的設計得有一些給人 人休息座的地方 人休息座的地方 一樣 站牌會有公告 這輛行駛的路線 那其實在大陸我的感覺 做公交車 除了要準備 上車要用刷卡的方式 似乎 上車的費用5萬 那你還是可以下載 百度地圖 我都習慣用百度地圖 從上面按 它會定位你的位置之後 那之後你要到哪 那你按要公交之後 就會告訴你到什麼位置去搭 那車輛多久會近站 都是很明確的 而不會說 在那邊口口蛋 就是傻傻的在那邊等 台灣現在用的地圖啊 幾乎也是都有這種功能 現在科技實在越來越進步 像我這個有點年紀的 有點趕不上時代 這邊就看到這條 嘉心路 它這個社區出來的道路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社區出來的道路 它並從這邊出來之後 它並不可以跨越 馬上過去之後左轉 那變成左轉的車輛呢 它勢必先右轉 到前面的路口 它再有可能做回轉動作 至於行人呢 基本上就沒有受這種限制 這個路口呢 它就設計一個 有欄杆式的 但行人過去 甚至有那個紅綠燈 但是它目前是紅綠燈 看起來沒有強錯 這是我覺得設計上還不錯的 那不會影響到其他的 那他們這邊你看 有人要過馬路的時候 就車輛會停下來 也不用講 那這個是因為我要過馬路 這台本要讓 剛剛前面這台 BMW的車本要讓 但是因為我家 它就 我站在那邊原地不動 它就開過去了 看著看著 你看這個 阿姨現在要過馬路 這台車就馬上 減速下來了 你看現在有人過馬路 它這邊沒有紅綠燈 有人要過馬路 那個阿姨現在看這個阿姨 另外一個先生要過馬路 車輛就會停下來 這值得我們做參考的 好的 我並不是說他們這邊很好 但是基本上 大陸現在 人民的素質是有提升的 並不是像我們台灣的媒體 有某些媒體 某些在政論評論在說的 完全跟他們講的都不大一樣 我覺得 不想說了 算了 早餐價格並不貴 在這邊的價格 你可以偷看一下 價格 這邊的薪資所得不是很高 因為 這畢竟不是一二千神職 但是護人還是蠻多的 我們到圓坑坊這邊 感覺這邊 因為我是早上來的 看起來應該是這邊 晚上是很熱鬧 一間一間的 類似台灣的夜市 一個步行街的感覺 在前面不遠就有一個農貿市場 我最主要是要去看一下農貿市場 早餐店很多 他們都賣米麵的 這邊的 我最喜歡吃的杭州小籠包 大概都在七塊錢 在廈門我買到的是一龍九塊 每個地方看當地的物價吧 其實我感覺 一線城市跟三市五線市的城市的人 的那個消費 就會截然的不一樣 但是這種連鎖性的餐飲 這種店的價格好像都一樣 在前面不遠應該就是國貿市場 農貿市場 看蠻多人的 進進出出 大概下個路口吧 就去觀光那邊 看看你長得什麼樣子 走在街道上我覺得 不知道這是埋還是什麼 空氣酒覺得不是很OK 懵懵的 要變天了吧 要降溫了 有啦 這邊應該就是農貿市場 看起來前面很多人 好像是在買菜的感覺 OK 接近了 辣椒 辣椒 長的這個樣子 鄉西人就是喜歡吃辣 辣椒 一袋一袋 這是在超市人口 這邊好像很喜歡吃瓜子 在超市常常看到就是賣瓜子 在這邊呢 其實他們的菜市場 感覺跟小區都有一段距離 因為我沒有交通中具 我只好用複行的方式走 說著說著說著又看到賣瓜子 這都是月餅 中秋節看到賣月餅 算金的在賣 確定 確定 圓噴坊 就在正前方 這邊就會有一些賣水果的 然後大陸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買這個季節就買水蜜桃 還有香梨 梨之類都價格上都是蠻便宜的 再來就是他們這邊有出百香果 可是百香果我覺得價格跟台灣差不多 或許是我在景區看到的吧 終於到了我今天想要逛的一個菜市場 叫劉方 劉萬智慧農貌市場 燈會就進去逛市場 但是我想菜市場的人應該不喜歡我拍吧 那我們就燈會用偷拍的方式 進入這個菜市場 市場外頭一樣會有一些流動看法 OK 準備繼續偷拍了 那把鏡頭線調好 那偷拍就不會被人家發現 OK 走進菜市場 首先有看到麥考牙的 這菜市場的環境大概就像這樣 走 很特別的菜市場 很特別的菜市場 跟台灣市場現在改善的都是現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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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也有在賣辣肉 特別 好香的辣肉味 有一股稻草去過的味道 肉蛋 感覺在裡面沒有聞到蟑螂味 走這邊好 有時候我們到台灣的菜市場 偶爾都會聞到蟑螂味 我們看一下 他們這邊海鮮比較多 就有很多海鮮的 這就是 牛蛙 小龍蝦 我們拍攝 有看到蟑螂 有看到蟑螂 有蟑螂 等我來 蟑螂嗎 這個55 一斤五十五 一只大概都幾斤 兩斤多 不只吧,看起來 兩跟三斤 OK,影片就先拍到這裡 因為我想要買一點東西 就現在介紹到這裡 一圈,這是我的戰利品 買了一隻烤鴨 人民幣五十八塊 幫你騙好之後 好像一鴨兩次,我也沒注意到 他叫我先去逛一逛回來再拿 那還買了一塊臘肉 這邊的臘肉呢 一斤人民幣四十元 另外還買了一些大閘蟹 這大閘蟹價格就稍微做保密了 就這樣 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邊做結尾 感謝你的收看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點個讚 同時開啟小鈴鐺以及訂閱 謝謝 後會有期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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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